对于有做过没做过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其实很乐见启程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曾经受害的 不管是女性或男性 都能够再站出来 遏止这样子的事情是 不能再发生的 对于加害者也是一个 性贫教育的加强 我真的觉得是 不太知道不可以说那个话 可能不太清楚 这件事情是那么的造成 受害者的伤害 那因为这样子我觉得都很好 对于有做过没做过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其实很乐见启程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曾经受害的 不管是女性或男性 都能够再站出来 遏止这样子的事情是 不能再发生的 我说不能 我说no是真的no 是真的不行的 我不舒服也是真的不舒服的 那关于许杰辉他这样子 就是决定退出演艺圈 你觉得这个 他这个决定啊 会不会觉得 我觉得我们看往后 只要他能够改过自新很彻底地有一个翻转的话 我觉得一个艺人他还是会需要一个舞台 那我相信他会在很适当的时机也会 因为台湾人其实是非常的善良的 我们都希望不是拿石头扎人 我们真的都很希望说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你也反省了 我们都很愿意再给机会的 所以月姐之前有耳闻到有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好像大家吃几下的鱼在一起 我还不晓得耶 我真不晓得 是后来 后来 等这件事情 第一朵花开的时候 才有人跟我讲说 对他当初也是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听到都吓一哟 会不会担心女儿就是有没有给他一些保护 来女儿说如果有人这样讲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我现在在幼儿园上班 所以我都有提醒每个幼儿要注意性别平等的问题 对 他是幼儿园的老师 幼儿现在应该是安眠药 对 你怎么知道 对 一直在发布拖药训 现在没有处方签 连胃药都不行喔 对对对对 任何益生菌这个都不行喔 对 好谢谢 谢谢